人机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地面的乌克兰军队据点遭到俄罗斯飞弹袭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来到第九天 战况陷入焦灼 继续为奥兰军队 但他们不撞我们 乌克兰黑海造船重镇尼古拉耶夫 当地时间4号响起空袭警报 行政首长也表示守军正在和俄军交战中 国防部长更证实 为了避免落入俄军手中 当地守军直接凿沉3100顿级的巡防舰 盖特曼-萨哈达尼奇后 稍早传出遭到俄罗斯攻击 发生大火的扎波罗热 核电厂已经被乌克兰消防队扑灭 联合国原子能协会证实 目前当地的辐射量并没有上升 另外根据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 3号晚间哈尔科夫文化学院 遭到俄罗斯轰炸 造成一共13名学生身亡 包含4名中国学生 中国驻乌克兰使冠则表示 此事乃自虚无有 大级新闻 终于好报道